大家好 8月28号周五 晚上 22点整 外面下雨了 好事下完雨空气凉快 小凉风一刮舒坦 接着给大家聊林彪司机的事 林彪有好几个司机都写回忆录了 这是林彪在南方疗养养病期间 在杭州、苏州、上海一带的司机 他没跟着林彪 后来林彪回北京了 他没跟着去 后来在北京的林彪的司机也写过回忆录 聊完林彪的司机 待会我再给大家聊聊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司机 杨勇的警卫员 再聊聊江泽民的司机 然后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司机 还有这个 司法部部长蔡成的司机 给大家聊在一块 这个 算一个拼牌 上一个拼牌 一个凉菜 这个 1965年到1967年 我跟着林彪 从杭州 到上海 再到苏州 将近两年 67年的 秋冬 林彪被叫回北京 就毛泽东嘛 需要林彪了 就回北京 临行前 林彪的秘书来找我谈话 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 叫我一起去 我心想 在杭州 我坐个长途车 就能回 晚南的老家 去北京的话 火车要坐两天 太远了 当时 我还不够资格坐飞机 那个年代呀 飞机 有钱也坐不上 太少了 那会儿讲的是级别 得由单位开介绍信 听说啊 得是局级干部 才能坐飞机呢 而且那会儿的民航 归空军管 知道吧 原来一开始不叫民航 叫军航 实际上民航局 都是空军的人 我一个北京的一个小兄弟 他老爷 叫民航局的副局长 原来是陕北的老红军啊 就是刘志丹那波人里的 于是我说北京离我妈太远了 这句话一讲 他们就没再叫我去了 其实也不太想让他去 是吧 你想想 这个临走前两天才跟你打招呼 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去之前 走之前 叶群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 送他一本语录啊 红宝书 还给我签了个名 后来组织上 就林彪出事以后啊 问我 当时有没有什么纪念品 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上交了 其实我当时还写了日记 那会儿每天写日记啊 但怕放在身边被人找出来惹麻烦 所以后来全都寄回老家了 后来被我妈丢掉了 他妈把这些东西他妈也怕惹事 也不敢放家里怕人搜 就给扔了 其实这东西留下来 文革的时候啊很多人出于恐惧 把很多东西都给毁了 林彪回北京以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我又回到延安饭店 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 都没过问过 我这两年去了哪里 其实他们知道 他们肯定知道 不过同事们很好奇 我一再 守口如瓶啊 我一直守口如瓶 没有泄密 他没泄密 半年后 我就提干了 考察你半年 他这半年要是嘴不严 估计 不但不会提干 甚至有老雨之灾啊 半年后我就提干了 不再开车 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 他也说他助理员 军队的后勤系统 军需系统都叫助理 食品科当助理员就是四个兜了 就是干部了啊 这个所以说延安饭店这就是不对的啊 这两天有朋友给留言 说是空军系统的还是哪个系统的啊 林彪对空军是非常的信任的 因为吴法县在那 后来我工作表现不错 又把我调到管理科 一直做到科长 我最高的职级 共产党的干部讲级 你是多少级干部 他做到了18级 18级啊就是一个政科 然后 享受副总经理的待遇 这中国就讲究这个啊 这个讲享受什么什么待遇 副部长 享受政部长医疗待遇 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啊 2000年我正式退休了 他好像是1939年生人 好像是 1939年啊 61岁他退休了 退休以后又和几个老朋友 一起在西郊 上海西郊啊 搞房地产开发 他还是有人脉的 他在部队 是吧 在这个又当官 他跟一些朋友 做房地产开发啊 我结婚 是在1971年 那时候我32了 他结婚不算早 后来林彪事件发生后 我并没有受到牵连 也没人来调查我 我心想还好 没和他一起去北京 不然我就倒霉了 不过我觉得报纸上说他是军阀 说他粗鲁啊 粗暴鲁 嫉妒别人呀 这些话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他这个人文奏奏的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不是很鲁莽的人 这么大个干部还来关心我们战事的生活 当然啊 他就是一个小人物 他看不到 别别别 他看不到这个 下去 我们这吃蛋糕呢 这猫的来捣乱来了 我跟着 跟大家聊 这猫老跟我这起腻 这个 还在关心我们战事的生活 那大领导都会玩这手段 是吧 关心底层 是吧 掀下你的锅盖 看看你吃什么呢 他之前 他这文章前面说过 说林彪 吃小灶 但是呢也到大灶大食堂来看看 这些战事吃什么 哎呀 这就是一个套路吧 这能代表什么呀 就像当年我去那个宋庆龄故居参观 大概是 我想想 呃 07年左右 啊 我陪着那个广州 南方人物周刊的那个 徐主编 徐列 徐列 我陪着他去 只能说他对他不错感情好 你要说是平等 我说那你瞎说呢 给那小女孩说的也那个 有点不好意思啊 本来嘛 其实我这人就爱说实话对不对 他们俩可能平等吗 宋庆龄和他的保姆 他可能陪了他半辈子 是吧 说情童姐妹 那叫情童 说 感情上类似于亲姐妹 那是吗 那不是 还不是吗 对不对 说这样的人很少的啊 就说好 林彪好 毛主席那么聪明 啊 毛主席那么伟大 怎么可能把一个流氓 提成元帅呢 怎么不叫杨成武杨德智当元帅呢 没有一点本事会把他提上来 是吧 所以报纸上说那些都是落井下石 这个我倒同意 落井下石 不过当时我是不不敢讲的 我只是积极拥护 他也是过了很多年 这个人叫方顺安啊 刚才我说类似的人啊 你要跟对了首长 你还能当官 但是有可能你也倒霉 啊 就是这种司机警卫员 那个许光达 大将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 贴身保镖 贴身警卫 就是我的老街坊 我望京的老街坊 杨大哥的亲 姐夫 文革的时候 许光达给打死了 活活给打死了 他的贴身警卫也给活活打死了 脑袋瓜子切下来了 然后失手 扔在 门头沟三家店附近的 这个永定河那个河滩那个荒草里边 后来才把人找着 后来给了一个所谓的因公牺牲吧 那会儿他姐姐他们也跑到中央军委三座门什么的 去告状啊 去所谓的上访吧 最后就给你个因公牺牲吧 也就那样 还有一个杨勇 北京军区司令也是上将 杨勇的警卫员 一个山东兵 他们对立面 文革嘛 反正互相搞派系斗争嘛 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对立面 还把他的秘书都给拉拢过去了 他的秘书都叛叛变他了 最后就是他的警卫员 东躲西藏 最后一堆人 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要抓杨勇的时候 那警卫员还不错 掏出手枪来了 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 说你们要抓他 说那个 说我得开枪 后来好像让一个军队高层的人 给这警卫员接了一电话 然后那警卫员就把枪放下来了 警卫员是一山东兵吧 后来这警卫员到哪去了呢 就我们家附近安定门外 外馆斜街 外馆 48亩地 给蒙古人 那会外翻蒙古来朝贡 然后在这做买卖 48个王爷 一人一亩地 48亩地 然后 外馆斜街有一个红旗化肥厂 红旗你听这名 军队的 后来改成 叫北京军区 士官招待所 现在叫北京 华荣城宾馆 荣吗 军队吗 是吧 万里 富荣基吗 关山渡若飞 就这警卫员 后来就到这招待所 杨勇 后来又官复原职了 最起码平反了吧 给这警卫员安排到北京 到这个北京军区 士官招待所 当所长 后来这宾馆的总经理 现在那警卫员应该也 可能去世了 或者也早就退了 现在退了 说了一个许光达的警卫员 说了一个 杨勇的警卫员 再说说江泽民的司机 江泽民的司机呢 江泽民在北京 电子工业部吧 还是机械工业部 我忘了 当部长的时候那司机 给他开车 那个司机呢后来开出租去了 我认识 就是我开出 我打车跟他聊过 他说他给江泽民开过车 江泽民后来调上海 当书记也问过他 说你跟我走吧 他考虑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也没去 然后还有一个武警 一个河南的 老家河南的武警 在水利部部长钱正英 那老太太家 开车 他跟我说 他说实际上我跟他们家保姆差不多 什么接送个孙子孙女 什么扛个煤气罐 什么都干 表现不错 最后临退伍的时候 解除这个服役状态的时候 后来那个钱正英的老太太 就部长 问他 小伙子 想不想留在北京啊 想 想行了 我给你办 留在北京 可能还得给他一套房吧 反正也没详细说 也是开出租的 然后 就留在北京了 还有一个顺义的一个山东兵 在顺义当兵 这军队不是有纪律吗 不允许 不允许在驻地 交朋友 他恋爱 但是他不听 他谈了一个顺义媳妇 然后呢 反正别人都复原回老家了 傻不愣愣的 他这有一女朋友了 最后俩人结婚了 就落在顺义 也是开出租 还有 哎呀好多 还有一个开出租的 他跟我说 我包括他的车 他说他是 那个司法部部长 蔡成的司机 专车司机 还是一个副处级干部 专门给这个 蔡成 开大奔的 奔驰 那个部长专车 但是呢惹了一个事 有一个骗子 据说啊有一个骗子说是冒充是江泽民的亲属 然后就给办了一个 律师证 按道理应该参加绿考 但是说白了这个司法部的事 是吧他们就管这事了 但是具体手续就是这司机给跑的腿 后来出事了说是一骗子 后来这哥们就被迫离开司法部了 因为他老婆也在司法部 是在办公厅工作 后来他们单位纪委书记跟他说 说这事你看怎么办 你是让我得罪你还是得罪咱部长 是吧 这哥们我包括他车 他跟我聊了好多 他还行眼力什么的 社会阅历 反正 知道不少事 然后 他还去过什么叶剑英他们家 当然是跟着部长去的 叶剑英他们家 也许是叶剑英的子女家啊 然后什么柴成文 柴成文也是一个军内老干部 参加过这个朝鲜战争这个中美的 停战谈判 柴成文 他反正也接触一些人吧 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具体的事 就说这种事吧 我们只能是私下说 如果放在节目上说吧 没边没眼的事 我也不能说的太具体了 不合适 是吧 好吧 就聊到这吧 谢谢大家 他说了吗 他说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